如果已經到了病態性賭博的階段 大部份的賭徒 在這個時候已經很難控制自己不想去賭 阿昭在介賭的過程中 每個星期都會來見社工 和社工談談他的近況 和這個星期曾經有多少次想過去賭 自己又控制到多少次 即是你說這一段期間 你說沒想過去賭 即是欺騙你的 一定會有想去賭 但是賭博的成分自己控制 控制不了 老師想的話 很辛苦 很辛苦 都吃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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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你也要面對 一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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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要去依賴 是傾訴 其實心很難克服這件事 就是心癮 心癮不是第一次去賭場 就會形成 其實心癮會經過一個過程 一個長時間的積累 來形成一個心癮 無論問題賭徒 還是病態賭徒 往往賭錢 不經不覺 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是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 有些個案 更加是無時無刻地掛著去賭 即是他無時無刻有空 他突然之間會想起去賭 我們都會有些方法教他 因為我們看他們的心癮 會否是二十四小時都走出來 是否一天二十四小時 裡面每個小時每一秒 都打算去賭 又不是的 他們都會是… 有事要做的時候 他們會做回自己的事 但是很多時候 就說無端端的賭徒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能會教他一些 轉移的方法 當你的賭徒一起的時候 叫他 可能是十分鐘至十五分鐘左右 最高峰賭徒的時候 他會拿一些 譬如說跟朋友聊聊天 或者看一些劇集 甚至是打電話給我們社工 跟我們聊 如果過了十分鐘 還有賭博的高峰期的心癮 其實他的情緒又會降下來 我們也會叫每一個賭徒 都會試這個方法 賭博未曾令他贏過大錢 除了輸錢 亦都令他失去身邊最親的人 太太離開 最好的朋友亦都離他而去 朋友更加不想見到他 這一刻 阿超覺得自己真正徹底地輸光 無論街道的路有多漫長 他都決定要走下去 為的不單止是自己 亦都為自己的兒子做一個好榜樣 你想一想 人家為何見到你會走 為何會這樣 因為你是男人 你知道沒有口齒沒有人 很喜歡 人家朋友不想讓你去做 成功街道的定義 時間究竟需要多長 並沒有一個同一的說法 阿超認同街道需要終生 而且更需要靠自己堅定的信念 人家只會是給你一個意見 跟你說出心中在想什麼 怎樣怎樣怎樣 但最終的目的 最終的決定 都是你自己的 這是很真實的說法 如果你是不想的 一百個人跟你說 你都沒有用 都是灑氣 如果是 你真的有可以改過的 一個人就有 真的 而且最重要是 一個人 如何去 去賭魔 去賭心人 家人 家人很支持 你 起碼 在第一步的行程 就是要跟家人分享 尤其是社工人 如何去做 給家人看 你如何去做 真的開始變 應該會接納到 那些支持 在志毅牽接受 介賭副導服務的個案裡面 介賭的時間 一般由兩個月至一年半不等 而當中七成的求助者 在賭博的心癮和行為都有改善 不過 如果求助者 能夠及早發現自己 或者身邊的親友 賭博的問題 愈早面對的話 問題也可以愈快處理 也有一部分 就是來到之後 說了出來才發現自己 原來已經去到這麼嚴重 那個情況 原來一直都會有低估自己的情況 第一次上來我們這個中心的人 其實他們要付出很大的勇氣 因為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你找一個陌生的人 去說自己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我們都會用一些 比較輕鬆的話題 讓他沒有那麼緊張 讓他慢慢可以告訴他 他有能力去改變自己 到最後我們會告訴他 我們大概會一個星期到 會見他一次 跟進他的情況 我想如果當自己發現自己 在賭博行為裡面 有失控的情況 自己控制不到自己 自己可能本來想著 帶一百元去玩完就算了 但是結果失控 就花費了更加多的錢 因為賭博而造成一些財政的困難 又或者情緒的問題 又或者發覺自己 經常都想著賭錢 而自己擺在工作 擺在學業 或者社交上的時間 越來越少 自己亦都對那些事 越來越不感興趣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 應該立刻去找專業人士求助 因為如果去到一個病態倒逃 或者一個問題倒逃的情況之下 其實所有我剛才所說的身邊的網絡 已經開始沒有了 斷了 這樣 這也是一個給自己的訊號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一來對太太不如 這個是令到她的心 心死 心死 我不會怪她的一件事 是自己造成這樣 不會怪她 第二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這麼多年都很感情 很感情 是自己的難度 還有怎麼說 可能是或者傷害到她 心底說 即未倒的 學這句話 千萬別沒事 倒著的 可以嘗試一下 看周圍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親戚朋友 你在倒著 人家怎麼看你 我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都已經慢慢可以爬回你身 我覺得 從這個節目來講 希望可以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 懂得也好 不懂也好 都可以說 決定賭人 重新站起來 我覺得 能走到前面的路 如果想自己去 用一些決心的 走出來一定是光明 如果你繼續賭下去 永遠都沒有光明 就是不難 要知道自己有沒有賭博的問題 以下有十條問題 是由美國精神病學會出版的診斷手冊 如果你的回答答案有兩項是的話 那你就要必須提高警覺 因為你已經有機會發展成為問題賭博的行為 如果答案有三至四題答事的話 表示你已經屬於問題賭博的行為 建議盡快尋求協助 如果有五題以上都是答事的話 表示你已經發展到病態賭套的程度 需要立即尋求街賭博的服務 一般來說 我們會分為問題賭徒和病態賭徒 即是兩大類型 對求助者來說 問題賭徒有些特徵 例如他們很重視過輸贏 他們會花很多時間去賭 他們賭博就越賭越大 跟他們的情緒很容易很焦慮 很煩躁 很同意跟家人、朋友、家人 發生一些爭執和關係會變壞 以及對他們的日常工作、學習等 生活都不會有不好的影響 這方面就是問題賭徒 而病態如果問題賭徒的話 沒有正確去處理 即是出現這些症狀時 他不處理的話 就會惡化 就變成病態賭徒了 病態賭徒除了有了 具備上述所說的問題賭徒的症狀之外 他們的情況其實只有更加惡劣 只有更差 所以他們往往即使 即使知道賭博 已經為自己帶來了不好的影響 或者很嚴重的後果 但他依然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